大家好,我是Edith,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上一次我們講過Pinterest的基本操作 今次我就會講一下當我用Pinterest的時候 有哪幾個關鍵字是我很常用的 我們立即開始吧 第一個關鍵字就是Ideas 當你很想找一些主意的時候 沒什麼創意靈感的時候 這個關鍵字就會幫到你 例如你可以打Christmas Card Ideas 或者Birthday Card Ideas 或者Give Ideas 通常我要做一些卡送給人 或者做一些小禮物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樣的方法去找一些靈感 我們都一起來看看會找到什麼 而第二個關鍵字就是Tutorial Tutorial就是找一些教學類型的東西 例如你想進心學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用到這個字眼去找一些比較教學式的內容 例如我今次就找到這個畫貓貓的教學 有些的Pinterest 它真的很詳細地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這樣教你怎樣去畫到那樣東西 然後你會用的 而第三個關鍵字就是Printables 當你真的很沒時間 不想每件事都自己弄出来的时候 这个关键字就会帮到你了 因为这个关键字就是指一些 已经现成弄好的素材 可以被人下载出来写出来就可以了 例如我今次想找一个2018年的月曆 我就找到这个是free的printables 未必所有printables都是free的 但你可以看看你喜欢哪些 有时都不是太贵的 有了这三个关键字的帮手 相信我们用pinterest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容易上手 而且更加容易找到我们想找的东西 除了只是在屏幕找给大家看 我今次就想示范一下 在pinterest里面找一些圣诞卡的灵感 来做几张圣诞卡 第一款我找到在pinterest里面 就是这个图案的pattern 它是松叶 还有一些好像圣诞的果子 我对着图就用水彩这样画 其实也是很容易的 像我这些画画的新手都可以参考它的构图 看起来就会比起你在白纸上自己建稿 自己想怎样摆 容易得多了 完成之后你都可以自己在上面加多一些个人的特色 例如写上你朋友的名字 或者Merry Christmas等等 而第二款卡就不需要用到水彩 只需要用一些颜色笔 或者marker就可以了 我就用了两张pinterest里面的post 来做参考 我首先就画了一些好像电线的曲线 圍着一个大概好像花圈的形状 之后我就会选5个颜色的marker 在上面轮流地画上一些不同颜色的灯蛋形状 不需要画得很复杂的 越简单就越好 画好之后我就会在中间加上一些字句 这两张又漂亮又简单的圣诞卡就完成了 记得在里面写回你对朋友的心声 可能是你们相识的片段 或者你认识他这么久 对他的印象等等 帮你后来看的时候 这些都是很值得回味的 此次感谢观看 有点赞 在这一会儿 有点赞 有点赞